色彩繽紛的水果冰棒 老闆竟然是一位八年籍生 创业四年 其实有前三年都在赔钱 但如今月夜额破两百万元 水果相近冰棒里 吃得到果汁 咬得到果肉 吸精程度百分百 套上防尘衣防尘帽 二十八岁的老板严仲林 为了这冰棒竟砸四百万 打造全台唯一的冰棒无城市 制作过程更得讲究 像我们的分层的品箱 或者是加手工添料的部分 其实那个都是大厂不愿意做的 一个产品 我觉得成本大概有超级的 应该有到四倍以上吧 柠檬切成薄片 一个个放进模型里 紧接着再注入打好的柠檬汁 急速冷冻 另一头机器也没掀着 正在制作另一款杏仁口味 现在就轮到我们自己来DIY 做做看 看这个冰棒到底有多难做了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先灌好杏仁浆了 这个时候再把杏仁力倒进去 之后还要再拿起这个搅拌棒 均匀的搅拌混合之后 才能送到急速冷冻 一支冰棒就得这么搞刚 严重零创业前三年其实都在赔钱 夏天卖到手软 但每到冬天堆了珍贵的库存 就是一支都卖不出去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还要兼差来贴房租 因为第一年本来就有预期要撑过一个冬天 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冬天还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样现在到第四年算是比较进入轨道这样子 于是严重零开始把MIT冰棒做外销 卖到东南亚 工厂产能天天满载 每月出货十万只 月营收已经突破两百万 前一个礼拜刚出了一个货柜到新加坡 对对对 那个东南亚嘛 东南亚的那个冬天 他们没有冬天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有一个伙伴 他非常擅长外销这部分 所以我们冬天刚好弥补冬天的缺口 苹鼓毅力和韧性 严重零让冷气气的鸡鸡鸡 也能成为斜滚滚的热卖商品 所以我先继续nten一下